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茬一茬地收割 这一茬大概能收多少 两千多钱 两千多钱 也有收三千 大鹏种植 收购价能达到十元一斤 还供不应求 早早就过来 在这地方要守着 要是不守的话 别人就抢跑了 沙葱大量减产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门道 几笔的沙葱活在那里 笔的沙葱都死了 高手来了 铁姑娘的沙葱梦 带您走进沙漠腹地的 铭琴县 看那里的人 如何应对 自然与生活的 双重考验 十二月 西北大地正值寒冬 室外已经是零下十几度 清晨 甘肃省明秦县的沙葱种植户们 便开始忙碌起来 沙葱 一种生长在海拔八百米 到两千八百米的戈壁荒漠植物 在明秦 野生状态下 只有五到八月的雨季 才能在戈壁出现 恶劣的自然环境 让沙葱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为了能在缺水的戈壁荒漠上生存下来 它把根扎到地下一米多深的沙土里 汲取微弱水分 为了能储存水分 沙葱的叶片进化得很细 石芯 切开后 里面90%都是水分 2007年 野生沙葱在民秦驯化成功 2009年 实现反季节大棚种植 春节前 沙葱的收购价 已经涨到一斤十元 早早就过来 在这地方要守着 要是不守的话 别人就强迫了 丰厚的经济回报 吸引众多农户追随 68岁的种植户何玉芬 就是其中之一 何玉芬的沙葱 突然减产三分之二 现在正着急地寻找原因 何玉芬 68岁 求助问题 沙葱减产严重 接到何玉芬的求助 奢侈组来到民情县 实地走访 一眼看过去 全部都是戈壁和荒漠 还能看到很多村庄 都是被沙漠包围着的 好 先进这个房看一下 这温室里也太暖和了吧 外边刚才那么冷冻的 一下子有点缓不过来 这就是沙葱 沙葱 沙葱多年生草本植物 外形看起来和小葱相似 其实它是韭菜的一种 可以像韭菜一样 一茶一茶的歌 大棚种植一次可连续采收 六至七年 然而沙葱吃起来味道 又更像葱 辛辣刺激 在民情 最常见的吃法 是凉拌沙葱 新鲜的沙葱 清洗干净 开水中快速超熟 最简单的吃法 才能体现沙葱 原始的味道 沙葱和鸡蛋 是最佳拍档 黄绿搭配 营养均衡 这是民情人餐桌上 最常见的家常小炒 您这地怎么长得 这个样子呀 以前这边都是满的 去都满的 现在今天就 啥都没有了 可以逛逛的 很明显 整个大棚呢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是长着茶葱的 很多地方都是空的 而且就算长着呢 它也是稀稀拉拉的 这是啥呀 这是去年的沙葱羹 去年的沙葱羹 这是去年的沙葱羹 今年都没长起来 没长起来 去年就这么大了个洞 去年能长这么大 去年就这么大了个洞 就像这么大吗 还不是那个大 比这个还大 是多久才这吧 去年没有空空 没有空 就没有空隙 就绝对不出现 跟随何玉芬 邦小哥又查看了 几个大棚 检缠现象都很严重 沙葱长势不好 何玉芬很困惑 2016年 为了能赶上 反季节沙葱的快车 何玉芬和老伴 贷款50多万 承包44个大棚 种植沙葱 前几年收入还不错 可如今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何玉芬很不甘心 何奶奶都六十多岁了 这么多的沙葱 其实她身上这股 不服输的劲儿 真的是挺让我钦佩的 而且她 其实跟我姥姥年龄也差不多 看着是挺让人心疼的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专家 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香土专家 叶长练 六十二岁 五威式劳动模范 带动一千多个农户 种植沙葱致富 说起明晴县的沙葱种植 叶长练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2007年 她开始尝试 人工驯化野生沙葱 2009年 实现反季节种植 人家搞这个碑木性的 一经这个大棚 就是一匹女娃 组点 哎呀 这个是长得好得很 后来人贼贼的 跟上人家就干起来了 整整下的事的话 我们都大估计 就是人 扣这个植落本 这个别人 这个结论练 就是别做出来的 烤塞吃塞 烤水吃水 我们就是烤的三末 就在这个三末上 就要创出销子来 民勤 夹在巴丹吉林沙漠 与腾格里沙漠之间的 一片绿洲 从古至今 沙与人的争斗 在这片土地上 从未停止 生活在沙漠边缘的民勤人 比谁都清楚 封沙的危害 然而 想要在沙漠中生存下去 与沙共生 是必备的本领 干旱缺水的戈壁荒漠 造就了一些特殊的植物 沙葱 便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沙漠边缘的百姓 世世代代 就有采食沙葱的习惯 驯化沙葱 唯我所用 这是叶长炼的本领 也是他与沙漠之间的 一次对话 乡图专家叶长炼 能否找到沙葱 大量减产的原因 给出帮扶方案 何玉芬为何又无法抉择 训化沙葱的背后 叶长炼到底经历了什么 高手来了 铁姑娘的沙葱梦 正在播出 沙葱减产三分之二 何玉芬找不到原因 贷款50万创业 如今却面临困境 为帮助何玉芬解决问题 邦小哥请来乡图专家叶长炼 前来实地调查 其实 沙葱并不怕高温 野生环境下 沙葱可以忍耐 40摄氏度的高温 但戈壁滩上 却很难出现高湿的现象 大棚水分多 不能及时通风 必然会造成高温高湿 这就好比 把沙葱放在了桑拿市里 不舒服的环境中生长 沙葱必然减产 夜长炼建议何玉芬 及时通风就能解决 那么除了温度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夜长炼继续调查 我那看这个水浇的过程太慢了 你看这浇多深啊 这面浇得好 那面浇得好 这面浇不深 那面就上不出来了 太压了 那时候没整平 这会没办法了 这笔的沙葱活的呢 那笔的沙葱都死了 你看这个沙葱的根 最近就黄掉了 你看 水 隔壁滩上最稀缺的资源 作为在荒漠中生长的植物 当地人常说 三年不下雨 沙葱三年不发芽 但凡有一点水 它便能迅速繁衍后代 可以说 沙葱耐旱 但不耐烙 浇水太多 必然会引起根部积水 导致死亡 但没有被水淹的地方 沙葱长得稀稀拉拉 夜长链判断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休眠是沙葱的生长期限 休眠期间 营养回流到根部 土地得到休整 为来年生长积累养分 野生环境中 每年九月底到十月初 当温度达到零下四摄氏度的临界点 沙葱开始自然休眠 等到来年温度回升 便停止休眠 反季节人工种植的沙葱 同样也必须要遵循它的生长期限 何玉芬的沙葱休眠时间过短 营养积累不够 因而长得又少又细又短 当时现场一下就静下来了 叶老师的脸色特别不好看 河奶奶看叶老师这样 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接着又走了几个棚 看到的情况 让叶长恋已经知道了 这些大棚的命运 心情难免有些沉重 根据叶长恋的经验 大棚沙葱正常能采收六至七年 何玉芬的沙葱 已经五年到了晚期 加上冬天休眠时间过短 哪怕把眼前的问题解决 以后沙葱也很难再有产量 叶长恋说的换棚 是指来年三月 把现有的沙葱根全部挖掉 深耕土地 然后按量放沙 重新播种 其实就是给大棚换土 这让何玉芬很难接受 我说无论温暖 我说坏不断 没有那个资产 这个坏这个痛 毕竟就差不多七八千 无二千 你说如果不患的话 那叶老师也说了 那肯定是越来越低的产量 团队是好吧 这个妈妈也决定不下来 对吧 毕竟还这是个大事情 毕竟不是个小事情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为了炙沙造田 明清县成立铁姑娘制杀队 他们自力更生 吃苦耐劳 边开荒边制杀 何玉芬便是其中之一 我带上铁姑娘 比如说 我才是个学业头 就是十十六 十十六十七 就是的 我没有生活 不定账 钱不得钱 吃不上 我没有生活 这非常高兴 反正不臭 不怕 那个铁姑娘开荒队 整整了不起 都是福气外的人 都是铁姑娘 我们都是姑娘 整个人下苦的人 我能把这个杀从中出发吧 我就有这个决心 朗大的岁数来 腿还疼得 热心还有 还有把这个杀从中好呢 这整整是 后来来过 干人了 由于缺少资金 何玉芬还是没有同意换棚 离开何玉芬的温室大棚 叶长恋一路上有些沉默 何玉芬的经历 让她既佩服又心疼 叶长恋说 何玉芬的大棚 离沙漠只有两三公里 民情县三大风口之一的老虎口 就在这里 这是1993年5月5日 发生在民情的极端沙尘天气 四个小时就造成 近60万亩庄稼绝收 从古至今 沙漠边缘的民情县 一直都面临着 风沙侵袭带来的危机 对于每一个民情人来说 与沙共生 是他们的生存智慧 他们知道 只有制住了沙 这片土地才有希望 其实当时站在沙漠里 看着这些紧挨着沙漠的农田和村庄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明白 为什么叶老师 一定要让沙奶奶 去换棚的背后原因 因为对他们来说 土地来得真的是太难了 叶长恋想通过参观学习 让何玉芬改变决定 来年换棚 他的目的能实现吗 第二天一大早 邦小哥和何玉芬来到了夜长恋的种植基地 后来来 过去看一看 好 有了是 你这个沙虫长长了 好久不穿了 你拍下 大哥 你们菜了多久了今天 今天有 是这种菜可以的 这一盆大概能收多少 两千多斤 两千多斤 也有收菜七斤 生活要 Blind 한 链子 你要不要说 你嘛怎么在铐boat disruption 这破砂就是准了 我已经差不多 资金十��心 我已经一袋就50了 我把一袋都 rust 看到你很开心 行的不好说 wrote 是自己的中程 就这样子 那么没onta 没必要急 应该 她就是 改行 你就把碰碰碰碰碰 我怎么知道是这么的 过来来 过来看到那个碰头去 是的 我多少也还受不住 这次如果说掌握不住的红豆 你就买这个红豆去刮上 这就是三十的 不能超过三十 红线到三十上 就开始放风 你不放风就不行 这就是我们人改决不出来的红豆的稿子 就用这个红豆测来测量我们这个红豆 有什么问题就能解决办法 都要跟易老师请教一下 现在说起经验 夜长恋侃侃而谈 但刚开始的时候 他却没少走弯路 刚是我急盆的时候 就是这个 好多人就说 人老疾病 可是这套都没有把这个杀虫 没有人做成功 我能做成功吗 中山时候长得也行 长得也好得了 到这个冬天就 到死了 花掉了三十多万块钱 日风起一米借 08年冬天 你当时是欠着钱干这个事了 对 那个银行贷款 有亲自朋友先借了 放行 你帮我贷款 最难的时候 政府伸出了援手 两万元的农业补助 让叶长恋挺过难关 坚持了下来 最终成功实现 反季节种植沙葱 如今 想起当年创业的不易 叶长恋还是难以放缺 现在不过是创业不应该 我们也不应该 那个创成功了 就是咱家 那如果说对 这事上的事情 我给你 解决 不是解决 不是说这话 我说这句 我是非常积累的 窗外 暮色重重 这一天的走走看看 让何玉芬 开始重新思考 自己杀葱的备来 重新耕种 效益可观 但要增加至少三十多万元的投入 选择维持现状 和玉芬心有不甘 到底该怎样抉择 六十八岁的她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清晨 帮小哥和叶长恋 再次来到何玉芬的大棚 何奶奶 哎 这又过来了 一大早呢 何奶奶就给我打电话 说她愿意来年重新再种 哎呦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佩服她 毕竟这个事放谁身上 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决定的 今天叶长恋给何玉芬的大棚 装上了温度计 而浇水的问题 她也做了改造 针对目前的状况 为了让何玉芬还能多一笔收入 叶长恋决定 在长不出沙葱的空地上 种上香菜 为什么要种香菜呀 它来得快 那种上这个月就快去采收了 一月就可以了 该过同学就快去卖了 日经卖的40块钱呢 我们开刷 今天咱们把这个翻了 种上那个香菜 再过一个月香菜又炸 乖冬了 你种下的香菜出来了 那快吃了 好的 刷中药就行了 今天就能把这些 我能做个撕散 种上以后 到这个林田 把这个 从那么这个 没有杂葱的地方 去不要种成这个香菜 种上也能乱 好几百块钱嘛 不然 我把这个捧着的时候 你到时候 你给我打电话 我亲自给你知道 我已经抓到迷你到了 你就把那当地的 天姑娘的那个精神拉出来 好 我觉得何奶奶一定能做好 有啥事 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当何奶奶说 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 其实我能感觉到那股 敢把沙漠变凉甜的 铁姑娘精神 那天帮复结束之后呢 何奶奶拉着 叶老师的手 走了很远 虽然天气特别冷 有零下二十几度 但是我的心里呢 很温暖 也很感动 民情的献名呢 取自于人民勤劳的意思 但是我想呢 在这片被沙漠包围的 土地上的民情人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除了人民勤劳之外 更离不开的 是他们身上有骨子 敢于创新 永不服输的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